重度洁癖加强迫症的人 一天是怎么过的 手表24小时不离身 6点一到准时起床 运好被子 喷上消毒水 等洗完澡 必须把浴室吹得干净 就连肥皂也要吹上 每天穿的衣服 都按照颜色排列 一切就绪后 必须等到8点半 才能准时出门 就连什么时候绿灯 他也记得一清二楚 等到12点午餐时间 就要去便利店 见见自己的暗恋女神 女神和计划男一样 也是个洁癖加强迫症 任何东西都必须排列整齐 每时每刻 都要给室内消毒 这样的人 对于计划男来说 简直是天生一对 可小时候的他 并没有这个毛病 甚至在8岁时 智商就高达250 是绝无仅有的天才少年 而妈妈为了出名 带他上电视参加比赛 只要拿下第一名 不仅能获得奖金 还能让计划男拥有 去往美国发展的机会 但计划男不想去 只想留在妈妈身边 所以到了决赛 本应对答如流的神童 却故意答错所有问题 这下 观众纷纷骂街 这一家人都是骗子 看着媒体蜂拥而上 妈妈爱子如命 立马将他挡在身后 可计划男受不了媒体的逼问 直接扭头跑人 妈妈想着追上去 但强烈的闪光灯 让他压根看不清路 就这样 一不小心 从楼梯上摔了下去 妈妈去世后 计划男就出了精神状况 去过精神病院 他始终记得妈妈的教导 任何时候 都必须保持卫生 做任何事 也要提前做好计划 因此在长大后 他就被人送外号 计划男 而现在 计划男鼓起勇气 约出女神见面 打算告白 但万万没想到 女神十分讨厌强迫症 因为强迫症 女神每次洗手 洗到手脱皮了 才肯停下 女神越说越激动 把桌上东西全都打翻了 结果一冷静下来 强迫症就发作了 计划男在一旁看着 也忍不下去了 两人对视一眼 便立马上手整理 随后女神表示 人家的心理治疗 病人们围坐在一起 讲着各自的怪癖 医生为了鼓励大家 让他们抱抱彼此 哪只旁边的病人 一把抱住了计划男 这下完了 汗水要带着病毒 入侵外套了 计划男手脚蜷缩 直奔洗衣店 让老板赶紧洗干净衣服 还要来个全方位360度消毒 这才安心 看来重度洁癖 是真的要人命 这男人工作八年 从没迟到过 可今天 他睡过头 实现了人生第一次迟到 同时见他没来 便开始各种猜测 有说他被抢劫了 有说他给拐卖了 怎么吓人怎么来 就在老板要报警时 他才匆匆赶到公司 本以为老板要骂他 结果 不过话说回来 他身为一个 严格按照计划执行的人 又怎么会迟到呢 因为就在昨天 计划男找到女神 说自己正在接受治疗 很快就改变自己 不再是强迫症家节癖了 但这时 女神的妹妹小美 她表示 要想追安姐 那就跟着安去组乐队 参加歌唱比赛 要是拿奖了 那你就过了安这一关 安也就放心 把姐托付给你了 计划男看女神就在一边 也不敢拒绝 只好硬着头皮 答应了小美 而与之交换 就是让对方帮自己 改掉洁癖和强迫症 小美认为 要想不当计划男 必须从不看时间做起 直接就拿掉她的手表 这下糟了 计划男没了闹钟 晚上直接失眠 年养数了1111只 毅然精神的不行 等第二天一睁眼 完了 就这么上班迟到了 之后 小美还让她抱一只野猫 这对于有严重洁癖的计划男来说 这野猫 身上该有多少细菌 简直是要了老命 最恐怖的是 野猫居然还撒尿 把她衣服都弄湿了 计划男可以说是五雷轰顶 瞬间晕倒在地 她被送上救护车 结果在半途 她却猛地惊醒 嚷嚷着自己 现在必须去消毒 急救人员也没办法 只好半路停车 送她去洗衣店 妈了 而既然小美 这么帮计划男改掉毛病 都直接哭了 抱着计划男 就是激动欢呼 想不到这神经志 居然还是个音乐天才 然而计划男一给抱 身上又是满满的细菌 呼吸都要呼不过来了 立马撇下小美 冲去洗衣店 老板赶紧给我消毒 全身干净后 小美约计划男出去吃宵夜 几杯酒下度后 小美说起了自己的故事 她之所以要去参赛 其实是要报复前男友 因为前男友是比赛评委 所以她特地写了首歌 打算到时当面递死对方 这女孩有点狠 为了报复前男友 居然还写了首歌 拉着搭档就在比赛上当面递死 前男友很不爽 身为比赛评委 直接给了他们不合格 但老天有眼 另外两个评委十分喜欢 还是让两人通过了出赛 而两人在电视上的演出 被当年给计划男主持比赛的主持人看到了 对方找上门 觉得把计划男长大后的故事 拍成视频发到网上 必定能从中分一杯羹 可主持人的出现 却勾起了计划男悲痛的童年回忆 她不想自己被人认出 大骂着让主持人滚蛋 对此 主持人很是不爽 她扒出当年计划男被骂造假的视频 并交给小美前男友 等两人参加复赛时 就故意在计划男面前 把造假视频放上电视 计划男 不打一出来 怒不可遏的就想暴揍对方 然而这些镜头 被媒体恶意剪辑 计划男瞬间变回当年那位 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小美努力安慰她 但还是被她弃走 计划男变得郁郁寡欢 把自己锁在家里 连班都不去上 甚至衣服在席店忘去了 还要店长亲自上门找她 计划男有所触动 她开始思考 自己一直以来的时间管理 是否真的有必要 她回想起和小美的快乐时光 自己又是否真心喜欢女神 她来到街头 站在野猫面前 小心翼翼地伸出手 摸了摸野猫 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 看来在小美一天天的帮助下 她这么多年的洁癖 也正被慢慢抹散 不久后 计划男所处的病院 举办了病人康复演出 小美也前来观看了 等到计划男上台 她鼓起勇气 说出了自己的童年往事 情到深处 她两眼通红 痛哭着想让妈妈回来 毕竟一个八岁的孩子 要独自一人 去国外生活 换做任何人 想必也会满心害怕和不舍 在现场的主持人 本想着拍点黑料 见到计划男的真情告白 也不忍心让他再次受伤 便放弃了计划男这块蛋糕 演出结束后 计划男和小美漫步回家 中途下起了大雨 本来她连一点雨都不愿沾 但现在哪怕自己淋雨 都会为对方遮雨 小美想把手表还给她 让她做回自己 可计划男早已不需要 因为她内心清楚 自己爱上了小美 在这恰当的时机 她告白了 小美很是感动 直接亲了上去 完了 亲嘴还是第一次 计划男又给吓倒在地 但这次 她终于收获了 属于自己的爱情 看来真正爱你的人 总能接受你的缺点了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计划男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